大家好 今次介紹一下豬肉韭菜餃 韭菜是最重要的 大家知道的,要洗乾淨 我最怕的韭菜裡 放一些啡色的食材 我現在洗了差不多第五轉 我不會浸泡 我會不停洗,不停浸泡水 但外面的位置不太好 你便撕掉它 我要洗到 水清魚鏡 我才會收手 我洗菜就是這樣 豬肉是新鮮的 我回來洗一洗,冷凍 待會便可以攪拌 我自己攪拌 待會再說 現在切韭菜 韭菜我喜歡買一些粗 你自己喜歡買一些粗 我選擇 我選擇 帥哥 貴不貴很多 回來便不用洗太辛苦 頭部便可以切回 這樣切 看點 它還要拿一盐水 要拿一盐水 要拿水 我切一手 我切一手 給你們看 去到尾便不要太幼 要粗 要粗一點 好少 差不多了 我現在要買兩斤韭菜 一斤豬肉 大約一斤豬肉 那便完成了 一邊切 拿鹽 不要太多鹽 我想這兩三斤 它會自己飆水 因為太多了 它會很鹹 吃下去的韭菜會很鹹 但是要拿一會兒 它會不斷飆水 要拿水 這樣拿它 鹹了也不要緊 你便再洗一洗 如果再洗 就沒有韭菜味 即是 韭菜餃布不好味 正常是不洗的 不然鹹一會怎麼搞 你便 洗一洗 沒有辦法 那 這個 我覺得自己做得好 你不要理會它 好不好吃 都是韭菜 豬肉 包著吃 皮 買燕繩 我通常買圓形 那些 通常是十元 百元 一斤 都有幾十 三四十塊 是舊玩的 醃它 幾個字左右 就要拿它 拿完水 然後就備用 我切豬肉再說 好 無無聊聊 拍攝給大家看 通常是 用來弄 用來弄 分裂 可能 要找刀 不是 用來盥匙 用來盥匙 通常有刀的位置 千萬不要下手 很危險 一定有個安全意識 我覺得 唉呀 做得好不好吃 不要緊 最重要安全 我很害怕這些東西 最好用手 洗我都不用 用來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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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洗 我很害怕這些刀 因為我在廚房都是這樣洗的 我不會觸碰 我們不會觸碰 用來洗 再攪拌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再說吧 拌東西再說吧 這些不說 這些是用來盥匙 用來盥匙 用來盥匙 你自己試試味 它很鹹 真的太鹹 你拿很多鹽 有時候它不夠鹽 它不夠鹽 它不夠水 你試試它 其實醃它半個小時 就應該出水 除非你不夠鹽 你不夠鹽 再加一點 如果真的太鹹 你不捨得鹹 那你就用水沖沖 然後再炸 炸爆 OK 再說吧 這個 按這個韭菜 這個水 這麼噁心的東西 拍給大家看 這樣按一下 盡量 可以按幾多水 我才能倒一些 還在滴 這樣要散 按完 拿完 盡量盡自己人 最好放入布袋 按就可以了 如果你家裡有離水機 當然是離的 但應該都沒有了 所以要按一下 按一下 最終通常這樣拿 最好放入布袋 手電一坨 這樣拌一下 不要再說 我先玩一下 喂 又到了拌東西的時間 很痛苦 捏著捏著 捏著 我最後都用水沖沖了 這些 太多散了 我受不了 為甚麼呢 又用水沖 我們受不了 很散 如果你說 喂 這樣有甚麼分別 那你試一下 就這樣 油水拿出來的味道 很散的拿出來 你吃一粒 我照吃 不怕 再吃一粒 是用水沖了 那你就知道為甚麼 不要問人 自己試 你就知道 完全明白為甚麼 真的不同的 那些韭菜味 香很多 就是這樣捏下去 那你洗了 也有夠菜味 但是沒有那麼香 那一隻蛋 一隻 先打雞蛋 喂 這隻是甚麼蛋 日本仔也這麼壞 那為甚麼要先打雞蛋呢 那如果你 弄到差不多 突然把雞蛋拿出來 你會很危險 胡椒粉 如果雞蛋變的 你會糟糕 胡椒粉 還有什麼 放一點幾乎 本來的韭菜 其實很鹹 你可能要試味 那你倒下了一點 進去 用來蘸 今天我們蘸餃子 我先煎 一些 要殺 一些生粉 大約 3湯匙 放一點 少許生抽,因為韭菜已經鹹了 放在肉上,有少許味道 生抽,牛沙糖 雞粉不放,不要玩了 你喜歡的,沒有雞粉就不行 少許就可以了 一、兩斤湯匙 因為這裡有三斤多的食物 一斤豬肉,大約一斤豬肉,兩斤韭菜 先拌均勻 有些人不放麻油 那我就不放 我這個做法呢,其實都是 我也是二十多年前學 我老婆教我的 她是台灣人 跟台灣幫忙做 不是,我們一講就知道怎麼做 這樣 這樣 其實人家真的 這個做法真的 二十多年前都這樣做 沒有怎麼變 變就是不用剁豬肉 有時候我自己回來剁豬肉 因為給豬肉佬那些看過很恐怖 大家的豬肉還很冷 冰在手 因為我弄完之後,我放一塊雪櫃 才會保持那個膠質 雪藏就沒有那個膠質出現 雪藏就沒有那個膠質出現 因為雪藏的 雪死了那個肥豬肉 破壞了那個肥豬肉 就沒有那麼黏性 那你自己喜歡吧 我沒有辦法 我就買 買什麼 買冰 買雪藏 好,冰鮮也好 你看,我在外國 我在法蘭西住 我沒有 PK不夠大 一邊攪拌 不然可能要錄鑽 轉個盤 發不起來 再說 包的時候再說 攪拌,攪拌,攪拌 攪拌,攪拌,攪拌 攪拌,攪拌 攪拌,攪拌 中途要試一試味 應該不用給鹽的 因為這些韭菜是鹹鹹的 不用給鹽的 包餡的時候說一下 說一下我的包法 那個包法都不同 吹一下 吹一下 好,又到這個包皮現場了 那 那 這些皮就 去那些麵當買 水餃皮 差不多 大約 這些要包 盡量包到最大的 不同 不同的那些 雲吞 什麼牛尾 那些 這些盡量包大 因為這個是原寶來的 他們的叫 茶燒水 這個是我自己喜歡的包法 這個是我自己喜歡的包法 因為我覺得這樣煎出來很漂亮 我會拿些煎的 如果台灣就不是 只是拿來 這樣 按一下中間 我自己的包法 說一下 你只用自己的包法 沒什麼所謂 很多種玩法 一邊這樣摺 我不理會幾次 通常8摺 每邊4摺 你可以摺多摺 我現在這樣摺多摺 就可以 然後捏緊它 那為什麼要放在盒子裡呢 我會馬上放在冰箱上 我 排完一排 再放保鮮紙 再放在冰箱上 就很耐放 放兩三個月就可以 放幾個月就可以 真的 吃的時候 就出來 一撐散了它 它就可以 最好可以煎 煎的就好一點 煎的就好一點 煎也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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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一點 好像水餃皮 都斷線 在外面的人都在說 嘩 有沒有這麼誇張 就是昨天清明 有些人說 要買水餃皮 包水餃 做蛋糕 又沒有 周圍都沒有 真的這麼緊要 通常我是這樣的 自己喜歡 真的自己喜歡 這樣 我自己喜歡 這樣 一直排下去 汁就是 有薑米 蒜蓉 辣椒 會給 鎮光醋 看看是否說過 鎮光醋 會給點糖 給點麻油 拌了它 就是這樣 再說 再說